有计划叫做巧克兰威五米之吹 餐厅的出品 食材决定下限 厨师决定上限 拿不到好的新的高性价比的食材 菜不好吃没有亮点 那老板也相应的没有收入 定期红单产业研究院 跟梁志龙中国食材电商企业 联合发布的中国餐饮食材发展 高高2024年详细记录了 餐饮行业2023年 一整年的房业及食材发展的情况 那特别是关注的问题就是 玉制菜行业的发展 会不会导致百万厨师下岗 我们刚从梁志龙食材展回来 看到国内大部分的食材厂家 都在尽可能的为餐厅提供专的操作 做成功 比如说是树洞里面的 瓷八油条圈卷 海鲜肉群内的 虾滑烤鱼小酥肉 盐酥鸡等等 很多的产品 去到厨师手上 只需要稍稍调味 甚至说是开带加热 马上就会出餐了 2023年就有9家的食材企业上市 证明了食材跟玉制菜 有巨大的市场需求 玉制菜发展的速度 比我们想象当中快得多 而且确实是降低了 厨师操作跟植物管理的难度 同样直到加工到配售 时间越短 相应的成分和效率 也能够有所提升 但同样也导致了很多问题 从乌漆店到大餐企 半成品跟鱼制菜 无数不代 鱼制群体有很多的优秀鱼吃 从餐厅端 转行到了食品厂 从下厨做菜 变成了专职研发 未来想吃到大厨 亲自烹饪的美食 价格可能也会越来越高 但不能否认的是 食材变化的同时呢 也推动着餐饮的银店 跟图室职业的变化 各位同行不妨也一起研究一下 这些专业的食材银店报道 想看的评论是一体